女人无法忍受窝囊的丈夫 决定伪造自己失踪的假象 将所有罪证栽赃给她 亲手把她送进监狱 女人先从邻居宝妈入手 向她吐槽自己被暴躁丈夫威胁 再利用宝妈的尿液 伪造出自己怀孕了的假象 接着女人把信用卡都刷爆了 偷偷提升了宝额 购买了枪支弹药 将寻宝游戏的线索都埋伏下来 写好了细思极恐的日记 最后狠心把自己弄伤 将鲜血涂抹在家里地板上 匕首伪造了作案现场 一切都被女人安排得井井有条 天衣无缝 她勾画掉一个个缜密的计划 随后就带着现金远走高飞 在五周年结婚纪念日这天 女人像往年一样 给丈夫准备了结婚纪念日的寻宝游戏 但丈夫回到家中 却再也找不到她人影 只留下了一地的玻璃碎片 丈夫抱了紧 不出所料 她成为了第一嫌疑人 制服人员盘问她一系列问题 但不太聪明的她 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落入了女人的圈套中 而且经过调查 制服人员已经认定 丈夫就是个软饭男 所有的经济支出都是女人在负 但丈夫却对女人的很多细节一无所知 生活习惯 生日血型 最要好的闺蜜 统统不太清楚 仿佛从未对她上过心 看着眼前这个支支吾吾的男人 制服人员更是皱紧了眉头 女人的父母得知消息后 亮相在记者招待会上 呼唤更多人提供女儿的线索 女人的父母本就是文明世界的作家 他们以女儿为原型写作的故事 成为了畅销儿童绘本 但父母不知道的是 女人对他们所塑造的自己 那个完美无缺且积极向上的美国甜心 感到无比的厌恶 因为那样得到众人喜爱的白月光 始终都不是她本真的自我 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后 父母就告诉制服人员 他们怀疑女儿是被前男友所害 因为他前男友都不是什么好人 既会纠缠女人 又有暴力倾向 就在这时 制服人员发现了女人留的第一封信 跟随着信件所述的线索 就可以开启结婚纪念日的寻宝游戏了 第一关并不难 丈夫很快解开了 随即她收到了一个短信 有人表示就在她的屋外 丈夫瞬间惊醒 难道是女人回来了 就在她打开门后 她的女学生却扑进了她的怀中 这段日子 丈夫因女人失踪暗盲的不可开交 根本就没时间和女学生优惠 他们很快就你弄我弄起来 似乎全然忘记了 丈夫还是最大嫌疑人的麻烦 第二天一早 丈夫就把女学生送出门外 因为在这样的危机关头 让任何人知道丈夫有新欢的事情 都有可能加重嫌疑 不过这一切还是被人看在了眼里 那就是丈夫的姐姐 幸亏姐姐只是骂了她渣男 没有把事情曝光 其实姐姐也同情她 一直备受女人的压制与掌控 正因如此 男人会想寻求外面的温柔香 于是在男人的办公室中 制服人员搜集到了一条内裤 这条红色的蕾丝内裤 很显然是一名女性的 丈夫白口难辨 随后她向制服人员隐瞒了 线索中提及了一个小屋的地址 夜深了 丈夫却独自悄悄地来到了小屋中 找到了接下来的线索 然而外面响起了警报声 她被制服人员发现 不过丈夫再次隐瞒了制服人员 将第三封信归为己有 这样鬼鬼祟祟的丈夫 不得不引起了制服人员的怀疑 他们也感受到了 丈夫没有配合他们搜查 而且在制服人员发现的日记本中 女人一直在帮助失业的丈夫 但这个窝囊非丈夫非但不敢激她 反而越来越暴躁 夫妻俩的隔阂越来越深 加上有丈夫在外面有了新欢 这些都极有可能是 丈夫起了杀心的动机 所以女人甚至自己购买了枪制 想要以此防身 在女人的父母举办的聚会上 大家都在讨论着如何寻找到她 但丈夫却姗姗来迟 犹如一个局外人 就在这时 一个过分热情的陌生人找到了她 表示自己为她感到伤心 又主动要求和丈夫合影一张 傻傻地她不懂得拒绝与玄机 就在陌生人的手机中留下了合影 看着还跟陌生人合照的丈夫 女人的父母都认为 她根本不关心自家女儿 好巧不巧 挺着肚子的邻居宝妈也在发布会上 大声斥责她 一脸猛逼的丈夫不知所措 原来她甚至不知道 女人已经怀孕六周了 这刚好再次例证了丈夫没有责任心 在场的人们都被点燃了怒火 在责骂声中 丈夫不得不狼狈地落荒而逃 随后制服人员步步紧逼 质问她是否知道 女人和邻居宝妈的关系 又拿出了女人和邻居宝妈的玩乐照片 显然两人就像是多年的好友一般 但在丈夫眼中 女人总是孤高自傲 独来独往的 随后医疗记录的汇报也出来了 女人的确已经怀孕了 这更是让丈夫摸不着头脑 因为曾经她很想要孩子 反倒是女人一直不想生 丈夫白口难辨 甚至和原本就相信她的姐姐都吵架了 因为现在几乎没人相信她不是凶手 丈夫想起了第三封信 打算去到小屋中 让她震惊的事 里面摆满了制服人员想要搜索的一切东西 而且还都是女人以丈夫的名义购买的 这样一来 丈夫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所有的线索证据都指向了丈夫一人 她甚至没有能力自证清白不是凶手 另一边远走高飞的女人 将自己弄得土利土气的 没有人认得出来 她和一个不良少女坐在旅馆客厅里 边吃零食 边悠哉悠哉地看着新闻上自己的报道 丈夫难以摆脱最大嫌疑人的指控 她的心中充满了复仇成功的快感 但是旁边的不良少女来了剧 女人的傲慢被一眼看穿 她感到很不满 直接往不良少女的杯子中吐了口袋 可见 女人的确是牙字必报的性格 不过女人的报应也来了 因为她不小心抖漏了大笔现金 引起了不良少女和男友的注意 所以被他们威胁着抢劫了 被抢完了现金的女人身无分文 必须得找到可靠的经济来源 于是女人找到了前男友之一 一个富二代老同学 他们一起观看了新闻播报 丈夫的女学生亮相在了电视上 女人恶狠狠地咒骂女学生 老同学也看在了眼里 她一直对女人心怀眷念 这回女人主动找上门来 老同学高兴还来不及呢 自然要好好对她 没想到女人看到了丈夫的采访 电视上的丈夫深情款款 隔空向她道歉 希望她能兵事前嫌尽快回家 女人貌似被丈夫打动了 丈夫仿佛回到了初见时 那般温柔又爱她 她的心中涌动起了情绪 老同学吃醋地把电视关掉 但她不知道的是 自己也将成为女人的工具人 女人假意对老同学旧情复燃 却转身在监控下摆出夸张的姿势 显得自己像是被囚禁起来虐待了 女人步步为营 在晚上向老同学主动示好 老同学把持不住 自然要亲近一番 就在老同学闭着眼睛享受时 女人干净利落地杀死了她 任由她的血淋在自己身上 随后伪造现场 带着满身的血 回到了寻找她很久的丈夫身边 在众目睽睽之下 女人走起路来很虚弱 她深情地扑到了丈夫的怀中 丈夫却在女人的耳边低声说道 在不停拍照的闪光灯下 他们继续配合着对方演戏 女人的伤势被检验后 得出来是因强奸所致 不过丈夫丝毫不心疼她 因为她满口谎言 编造自己被绑架后虐待的故事 听得众人一愣一愣的 果不其然 女人在和丈夫单独待在一起时 又换了一副面孔 她大言不惭地说明 是自己救了丈夫 让她免除了杀害她的罪名 并威胁她不能抛弃自己 否则 丈夫又将陷入杀害妻子的风波中 很显然 丈夫并不是第一个 被女人这样坑害的对象 但哪怕她找到了女人的前男友 得知他们也被栽赃过有暴力倾向 也依然没办法做什么 因为辩护律师也束手无策 恐怖的婚姻里穷途陌路 只能和女人出席发不回 并扮演出恩爱夫妻的模样 她似乎还是那个人见人爱的美国甜心 带着标准的假笑 就这样 女人凭借着这起案件 反而营销了一波自己的形象 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来源 夫妻俩回到家中 女人却告诉丈夫自己真的怀孕了 原来她是拿了丈夫 做怀孕测验时的残留物 用来人工受孕了 丈夫忍无可忍 将女人摁在了墙上 两人在对峙中 道出了婚姻的残酷真相 一旦步入婚姻 他们只想着控制对方 带给了彼此那么多的怨恨和痛苦 这并不是两个相爱之人的初衷 但女人却很清醒